感谢各位继续收看 当冲第一名 尽责解盘 各位注意哦 今天的行情 还有特殊的当冲方法 要帮助所有朋友 掌握这一组人马 各位注意哦 这个叫做电子标签 掌握这一组人马里面 盘中重要的价差 重点是两档股票尾盘 竟然都锁上涨停板 代表说啊 今天只要盘中有动作的 你今天又是快快乐乐的一天了 你管他外面是不是台风啊 所以呢台风没有放假 那么大家来上班的话 每天上班了 一定要想办法 掌握住盘中真正的价差 人家说一句话 想要赚大钱盘中先赚钱啊 如果你能够真的掌握住这个盘中啊 介入点的一个重点啊 到了尾盘 你想不想要刘昌 由你做决定 如果你没有办法 掌握住这个盘中的重点啊 像很多分析师 专门给你call掌停板的时候 才给你call 哎呀金虹买进去 老师买不到呢 掌停板买买看 明天赌大小 这个时候呢 要不要刘昌 不是你可以做决定啊 是老天爷做决定啊 谁晓得川普今天晚上 又会跟你说些什么话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强调说 说实话一件事情 每一个朋友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当日冲销 想要赚大钱盘中先赚钱 各位来想想看啊 我们等一下再告诉你 你怎么去选股票啊 一早开盘的时候 元太就往上开高了 你是不是应该就往他的上游厂商 先看一下 哎呦他开得比较低啊 所以当元太往上拉的时候 这几天我不断的跟各位在盘中做盘中教学 当元太开始往上拉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马上来做一个跟进的动作 甚至呢 从这里一路跟上来的话 结果呢 真正盘中赚大钱是在惊鸿啦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今天呢又有玄机啊 而这个玄机里面 你能不能很容易涨不到真正剩的一个方法 那是最重要的 股票市场不在于盘是大涨大跌啊 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将来会大涨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不重要 涨到一万二对你来讲 如果你掌握不到强势的股票 不会买不会卖 对你来讲也不重要 因为涨到一万二一样有强势股落势股啊 所以呢股票市场里面 重点在于说你会不会看出其中的端倪 能不能掌握住其中真正的一个方法 我们的定期课程 请你想办法好好把握 各位注意啊 台北股市今天大家都讲一件事情 哎呦 川普呢 听说又要再磕增2000亿的关税啊 而且他讲的没有说一定要磕哦 他说我可能还要磕哦 你看扬言扬言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要 还要再磕2000亿美元的关税 听起来哦 新台币六兆元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黄敬哲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不要拿我去跟那些只要报纸讲说不好 你就一直讲不好的 还是什么哦你看这两年来哦 只要从那个从换党执政就一路给你空到现在 你不要拿我去跟这些人讲 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很客观的去评估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 如果你看新闻的话 你一定看不出真正的答案 注意哦 我这样讲你就听得懂了 总共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 是所谓3000亿美金 这是他讲的不是别人讲的 那么已经磕了3000亿美金了 换句话说这2000亿呢 是最后的底线 但是呢 中国大陆说他们跟他们之间的贸易逆差是3000亿的关税 而没有提到这一项 请各位留意一下下 为什么 彭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 彭博是中国大 这是美国最重要的财经论坛 大家应该很清楚 我们早上看到这些什么聚亨网 其实就是彭博的戏业啊 他说请你注意啊 后面这2000亿的关税 一讲的时候 哇不得了啊 今天早上呢 韩国啊日本啊就立刻大跌啊 可是尾盘现在都拉上去啊 为什么韩国日本会大跌 为什么台湾会大跌 因为后面这2000亿 牵涉到电子产品 而且是非常多的电子产品 我问你一件事啊 真的会磕这2000亿的税金吗 磕下去第一个叫做苹果啊 第二个叫做Google啊 第三个叫做脸书啊 我必须要很直接讲一件事啊 中国大陆根本不怕你后面这2000亿啊 后面这2000亿是美国人赚中国大陆的钱啊 所以亲爱的猴子朋友 到底是真利空还是假利空 为什么 我说过 如果中国跟美国打起来 真正应该有影响的是台湾50的股票啊 台湾的小型股小不邓当的 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4123的成德 今天创新高啦 我自己的股票啦 我就直接告诉你 恭喜我的家族成员啊 4123的成德 就是台湾小朋友感冒的时候喝了药水 有关系吗 4114的剑桥 我们台湾小孩子喝了感冒药水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最有关系的应该是什么台积电 鸿海这些股票啊 为什么这些台湾50 什么国泰金控啊 富邦金控啊 你关税壁垒打下去的时候 我国泰金控刚好关起来了 严重啦 为什么他不破 大盘比前面低哦 你来看清楚哦 所以眼睛会说话 大盘比前面更低 因为他已经破前面低一点 但是台湾50不破 这地方请你注意 如果这个消息 以前放在这里的时候 它会跌下来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里会跌下来 如果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是不是叫做洗盘 你自己未来等着看 OK 但是我也必须要这么说啦 那就是在这边 一直反复反复的洗盘 说实话一直洗盘的状况之下呢 如果我每天都在讲这个 你也会觉得节目真的是很无聊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 真的有人很无聊啊 我的脸书上面 一大堆人给我留言说 老师鸿海怎么办 我说鸿海怎么办 你先看这个东西叫FII啊 那FII就在16.32人民币这个地方 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动 有没有跌破 没有 有没有涨上去 没有 那你叫2317的鸿海怎么动 你说老师鸿海将来 会不会涨上去 将来是将来的 没错啦 但是我说实话一点 从5月到7月两个月 你每天你当将来 你今天就没跌破 你看人家每天 哎哟 昨天什么 昨天中环 昨天什么 3016的家经 够减贪 那你呢 每天的财产都是归零 又不会动 不会动 不会动就归零了 在年限附近 它不会动 甚至注意 这个盘中的上下下下 你如果没抓对股票 它也不动 有人抓这种全职股的 几乎都没有在动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最近 我一直跟各位提到说 哦 这个市场上面现在有35% 其实不是35% 扣掉外资的三成 一半的人在当冲 因为股票当冲 是强势指标股 加上大盘 加上个股业绩 以及股力及流仓 各位注意 今天呢 你如果不是看这个 你没有机会哦 因为今天期货指数 一开盘的时候 昨天留多单的人 我不是讲期货 但是基本 我讲可以 但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留多单的人 哎呀 今天早上一早起来 你怎么会这样 昨天看起来就好好啊 啊对啊 川普讲话啦 川普讲话 本来最近他就会 他就会这样上上下下 等到哪一天 川普跟他和解就上去 虽然没有错 我认为一定会和解 但是中间还是上上下下 除了那个 你又没有价差啦 期货指数 只有一个涨跌标的啊 选择前全证呢 哎哟 糟了 昨天买一个全证是做多的 时间价值还递减 比中间的期货输更多 人家输100块 你输105块 人家输100万 你输105万 那还不如做这个吧 这个里面有什么 第一个强势指标股 今天有强势指标股 我没有啊 糟糕了 哈哈 今天没有强势指标股 怎么办 怎么办 今天没有强势指标股 有盘中的时候有上来 我今天早上去非凡开盘的时候 我说 请你注意啊 今天呢 因为 所谓环球金 加金昨天又涨过啦 对不对 那昨天 那个被动元件今天 没什么机会啊 因为碰到前期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 那今天资金可能往这边呢 会稍微震动一下 那有没有强势指标 没有啊 所以接下来看什么 个股业绩啊 注意哦 你以为我这里面写的就是 你以为里面只有一种方法 当冲就是 哎呀反正谁冲了 我就跟他冲 不对 你要看这里面啊 盘中特殊股票运动 顺势股跟着大盘振动同方向 例如像国具他们这个叫顺势股 我是股后嘛 我涨就涨 我跌大家 大盘就跌了 OK 基本上来讲你可以看得清楚哦 所以这叫顺势股啊 那什么叫逆势股呢 奇怪了 人家大盘在涨的时候呢 他没跟 大盘在涨的时候没跟涨 大盘跌的时候呢 他反而 怎么好像不太跌了 有没有发现啊 这叫先落底 先反弹 这叫逆势股啊 股票运动跟大盘完全逆方向啊 所以今天一早的时候 开盘谁 开盘最高啊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就好了 还有人在我的脸书留言 或打电话来公司问说 老师 你讲的那种方法 盘中就可以掌握架杂 真的还假的 我问你一件事 这叫什么 眼睛啊 你的眼睛看不看得见 你告诉我 看不看得见 开盘的时候要涨上来 看不看得见 你看得见 黄庆哲会看不见吗 我问你一件事啊 来 如果你更有观念的状况之下了 知道说 哦原来这叫做逆势股啊 你看得见 开盘的时候 已经看到三十六块三 你看得见 我会看不见吗 你唯一没有办法掌握的是说 哎哟原来它叫做逆势股啊 而且金鸿会跟它联动啊 所以这叫用当中写日记啊 没有错吧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几天当中你看得见的都在这里啊 我没事印一张纸在这边干什么 我可以等收盘再来讲 很多老师都收盘再来讲 你看智邦 我今天大赚是不是 很多老师都收了盘 跟你讲大赚啊 那今天盖起来 哦一定是来支股票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是最容易证实的啊 这每一个进场的时间点都有证据啊 能够来得及的我一定告诉你啊 同样的前面各位看到没有 这里啊前面密忘石啊 跟什么金山殿都涨上来了 你看得见我看不见 同样的各位来看一下 来7月9号的时候科研啊 这地方也是印在盘中哦 你可以看得见哦 当时的时候保瑞都上去了 你看得见我看不见 当时呢来得都上去了 你看得见我看不见 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在节目上不能跟你讲说 获利啊 那请问一下这个数字上面来讲的话 你看得见 我是不是也能够看得见 昨天找盘的时候 郁金光已经先涨上去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啊 我们节目要让你亲眼看到 而不是凭空空中抓小鸟 凭空空中抓小鸟 我必须要公道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说老师 你昨天有没有讲成德 哎呦拜托啊 不好 我有空每一支都讲给你听吗 等一下你来看看好了啊 我有空每一支都讲给你听吗 大江有没有创新高 立峰有没有创新高 左灯也差不多 对不对 何康生科研 然后成德在这里 有没有啊 我在非凡商业周刊 1097期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写了这么多 难道我不会叫我会员朋友 买一档看看吗 那我白写的啊 我写开心的啊 你以为这里 我不能讲稿费多少 反正就几 几下 不行 我朋友叫我说 叫我多写一点 这样子表示说 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诚意嘛 而且尽量帮助人家 帮助这个非凡的杂志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但是 那个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很少 但是我认为说 那个心意是很重要的 我只是要跟各位讲说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评有据 而且都是理由非常充分的 欢迎你想尽办法 赶快跟上来 而且呢 现在呢 有定期的课程 我要来做一个推出 因为定期课程我比较好掌握 不用弄到一大堆人 然后我那天一定要特别 准备了什么什么 定期课程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 在每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找一个时间 然后 我就跟各位来 跟各位来谈 让知道 各位什么叫做当空 让各位知道 什么叫做在这个万点的时候 怎么去掌握波段 注意哦 说不定不是一万点 说不定现在是四千点 什么意思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打电话 02-2752-5868 或者是拨打104查询 陈通斗固 以免上当而让财富 遭受到损失 参与最限02-2752-5868 陈通斗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通斗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福利 陈通斗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各位注意下下 有的时候报纸的新闻 很多都是假的 你一定要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特别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一定看过 一种新闻说 当冲都是输的 当冲都是输的 你有看过这个新闻吧 输的比赢的多 然后就用总量去统计 怎么可能是这样统计 我问你一件事 当冲会大赢的 会出来点输讲话吗 股票市场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冲没赢的 记者反正就已经有个结论了 记者自己不会冲 就说当冲 人家说当冲不好 要长期持有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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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你一件事啊 长期持有啊 长期持有啊 这样干嘛好 我问你啊 这还是很好 听起来很好的股票呢 长期持有 这对吗 长期持有 对吗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啊 新闻真的不能看 你自己亲自来做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认为啊 今天第二句话要跟各位讲 假设你今天是做指数的 或做选择权的 赶快来跟我学 学完了之后 第一个这两个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要不要做 最后有你做决定啊 因为第一个股票当中 要不要跟期货有相关 有啊当然有相关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逆价差收敛的时候 才可以做 才可以做大盘的顺势股 各位看到没有 如果逆价他不收链的话 你只能从这里下手 做逆势股 各位看到没有 然后你去做选择权 那更不用讲啊 选择权可假设啊 就是我们就做一个假设好了 来来来各位 你昨天买10600点 好了10600点的选择权 10600点 10500点 10600点的选择权 哎呦 结果今天怎么样 10700点好了 今天跌91点 你本来输91点 对不起哦 你要有时间价值 人家期货输91点 你输105点 说不定 对不对 因为他时间价值递减 明天还是在10617 对不起 你选择权呢 再输50点 明天还是在10617 你选择权呢 再输20点 就是这样 这叫时间价值递减 有一天结果呢 结算的时候是10617 结果呢 人家期货一毛钱都没输啊 你选择权跟权政变鸭蛋 你现在都当黄敬哲是笨蛋好不好 刚好买到什么 刚好买到红海 我也没输啊 人家期货收10617 他也没输啊 只有你一个人输啊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问你一件事啊 明明就收一样啊 为什么我输了 就是这个问题 这样你懂了没有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想到说 你到底适合哪一样的一个商品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我现在出来 是真的要跟各位来 所谓的交心啊 那我要教你的就是真的 你这一辈子能够 从天王传承下来的 我也非常感谢他当时怎么样去教我 让我说 哦 其实说他说实话一点 那是我领悟力还不错耶 人家他本来想绑一下薄 我这样看看 哦 老师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学来的 好不好 那愿意跟各位分享的话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赶快跟上来哦 OK 来今天两个新闻 第一个在这里 川普讲话就是 谈谈打打 你认为 这里还丢过核子弹 在这里哦 丢过核子弹 核子弹跟关税哪一个大 核子弹丢下去的话 剩下什么 剩下草会活啊 连大象 大象老虎狮子全部死光光啊 哦 这里说要跟什么 跟普丁开干 就现在呢 嗯 我认为啊 反而股市至少你发现一件事情 反而是到这个附近啊 那个支撑就非常强烈 你没发现吗 川普再开 再做下去的话 我直接告诉你 国安基金一定会动手 你相不相信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这一次的一个所谓关税啊 从头到尾就是川普 他在告诉大家 而且川普的声望已经拉高了 现在慢慢滑下来 我觉得他动手会越来越软啊 这是第一个啦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新闻 跟各位报告就是这个国具啊 他国具的陈泰明前期哦 跟那个一个可能是大资金 私募资金或外资才有这么大的资金 因为120亿啊 那么在972块到103块附近呢 做巨额交易 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说哎哟不得了啦 国具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什么 持股松啦 各位看一下 注意一下下 被动 被动一件持股真的松了吗 开低走高哦 注意哦 那国具人好像没什么在怕 尤其是2492的合生行 2492的华星科啊 合生堂影响了一点点啊 什么意思呢 请各位留意一下下 第一个他有90天的闭锁期啊 第二个他既然把价位都跟你说了 人家会在972块块钱去买 你觉得他买了972块 你就让他掉下去吗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 很多股票呢 他后面真的有一定的一个玄机 会不会又是利用这样的利空 又重新开始 你自己去想想啊 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子 这种行情的话 不要忘记五个字 盘整出标股 所以呢资金没有地方跑 每天都在想说 哎你看嘛 我每天在跟你讲什么 这个股票可不可以做 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说实话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 这个股票可不可以做 每天都只能想这几个问题啊 所以这是必考题了 考什么 考你能不能来回操作 哪个操作叫什么 灵活嘛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想想看说 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什么东西没有关系 哎呀 对哦 1097期的时候 黄敬哲老师有讲 生计展要开始啊 那我们就从大疆 你看我排名排得多准确啊 大疆是不是第一个创性高啊 然后就给你讲F立峰啊 东南亚市场获利过15块钱 你说老师哎呦 创新高就很不错啦 你不要说老师 哦 从你讲的那天到今天要涨十字听嘛 拜托今天什么日记啊 年限盘整啊 知道吗 什么日子啊 年限盘整 这样还赚了7块多咧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什么日子啊 年限大家人家在整理啊 人家整理快两个月了啊 你拿五峰跟2317的鸿海比一比 你就知道谁到底有没有跟你讲真话 你拿鸿海跟4123的成德比一比 你就知道谁跟你讲真话 你拿成德跟现在2492的华星科比一比 谁先创新高 这样对了不对 这样对还是不对啊 你自己回头想想看就知道答案了 今天还有一支股票是蛮夸张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再看一下2317的大同 谁跟你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你要去找逆势股 逆势股 他为什么会涨 因为公司法修正 公司法修正 除了跟他有关系 请问跟台积电有关系吗 没有啊 问题是他有没有涨 他有涨啊 台积电有没有涨 人家在争夺经营权 请问跟鸿海有关系吗 没有啊 跟华硕有关系 没有吗 对啊 所以你只能买这支 股票市场里面很多事情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下 你就稍微这样子过滤一下 用你很棒的脑袋 一起想一想你就知道答案了 那为什么要跟你各位讲 这个用当冲写日记 现在平均每两笔单交易 就有一笔在当冲啊 那我不教你这个 我要教你什么 对你最有帮助 你说老师我不喜欢当冲 你去问问别人是不是都在冲 如果别人都在冲的话 你不冲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那你当然赚不到钱 因为这就是市场现在的现象 对不对 有一些老师整天跟你讲 奇货当冲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你去问问那几个 所谓的什么奇货天王啊 好啦我讲也没关系啊 前面那个奇货天王叫什么名字 你还记不记得啊 人家股票更厉害 一定有进场位置 那我只能说示范 电视只能跟你讲示范 隔天又涨哦 你不要说这样子哦 我跟你说啊 对啊 当指标股元泰开这么高了 跟当时的秘望时 跟金山店一样这么高了 你说我去充这个 很合理吧 当秘望时跟各位看到没有 秘望时跟这个金山店充嘎乐 难道你不会去充2478的一个大翼吗 充完了之后隔天跟你没关系啊 不要说大翼今天跌后 哪一天跌跟你没关系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每次的一个定期课程 想尽办法跟上我们 当充第一名必胜秘籍 天王船杰业业内高手 请你想尽办法掌握住 我们每一天给各位最重要的支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